宜蘭縣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再度向鄉親來報告好消息 宜蘭縣今天的確診個案再度加零 已經連4天加零 確診個案維持93人 縣長林芝廟呼籲鄉親人不能親呼 要持續努力勇敢守護宜蘭縣 希望加零能夠持續的維持下去 宜蘭縣今天確診的個案是零 已經連續4天的都是加零 但我們還是不能親呼 請大家繼續配合政府的政策 勇敢的守護宜蘭縣 那宜蘭加油 我們真的很希望這條陽性率的曲線繼續往下走 我們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我們也的確已經4天加零 我們希望持續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宜蘭縣現在到底的確診個案 93個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簡單的歸類一下 目前出院的已經有63位了 但是出院的話還是在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 我們也還會持續的在追蹤 目前住院呢 輕症的有27位 重症的有一位 那不幸往生的呢 目前是兩位 那現在住院的28人裡面有一個人還正在使用瑞德西尾 縣府表示6月18號為止 宜蘭縣共有93人確診新冠肺炎 已經有63位確診者出院 縣府會持續來做追蹤 而目前確診者當中 輕症有27位 一位重症 死亡則是兩人 而宜蘭縣使用CPR篩檢共16,631人次 也就是說為了找一位確診個案 需要篩檢178人 而另外衛生局總共匡列了1303位的居家隔離者 平均每位確診者要隔離14位接觸者 而這項工作雖然繁重 但相當程度穩定了宜蘭的疫情狀況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 採訪報導